有钱人来学投资他会比较容易成功 还是没有钱人来学投资会比较容易成功 有钱人吧 不是哦 是有钱人 嗨大家好我是Salina 今天又邀请到我的认识多年的好友佩奇 大家好我是佩奇 佩奇今天呢也不来跟大家聊美股啦 因为之前呢已经拍超多了 今天呢是要来聊一下 佩奇这几年来呢成为吉他疗愈师 然后他在心灵领域里面呢 也变成了一位专家 然后同时呢在结合他过去的经验 不论是他应该都知道 他是在投资理财界里面 小五年的这个讲师 非常专业的讲师 所以邀请他来讲这两个主题结合 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 今天呢想要来跟佩奇聊的就是说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在走这个投资理财的路上 你看你教过那么多学员 你们教的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些学员他可以慢慢的往 他想要结果去 然后有些人就是没办法 所以今天呢就要来聊一些比较是冰山峡的东西 在这个频道呢我们会跟你分享 正向教养 蒙特索利的育儿风法 还有各种投资理财赚钱的主题 所以如果你对以上的主题有兴趣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IG哦 第一个问题呢就想要问说 在这个冰山下呢 有很多人到底是内心有什么样的信念 来导致他可能没办法做出他想要的投资结果 即使他用了一样的方式 那我想要先问大家 你觉得有钱人来学投资 他会比较容易成功 还是没有钱人来学投资 会比较容易成功 我说的成功就是他的资产会变多 有钱人吧 本金需要说 对他做的那个投资报酬率就可以更多 以前我也这样以为有钱人本金很多啊 所以他报酬率只需要一点点 他不需要追高杀低什么的呀 对 那不是哦 是有钱的心非常的稳定 哦 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以前我们有一个策略 然后他的交易 他输赢蛮大的 然后亚马逊当时很贵 亚马逊还没分菜的时候 原本远古就要一千多块 那我们在做那个策略的时候 下去可能要三万美金之类的 我有点忘记几万美金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学生 看起来就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大哥 可是他看起来就是笑笑的 然后穿得很朴素 然后穿拖鞋来上课 他就说老师老师 你说这个现在可以下单是不是 可是那个亚马逊 我们是拿来做例子 三万多太贵 因为没有人自己按得下去了 但他可以 对 他就是很轻松 然后就问我们说 这个是可以下单是吗 然后我们说 这个位置看起来是不错啦 他说好 那我按两个 因为你们说要按双数这样 哇 我要讲的就是 就像我现在会说 其实投资的技巧 我们学那些 用筛选器能够做出来那些事情 那叫做数方法学 对 数工具方法学 可是真的是你的内心 是那样子的稳定 然后那样子的相信 然后那样子真的 不管是三万还是三百 都是这样给他 哦好 觉得这个很平常 所以跟大家讲的是 你要去学投资的人 你不要游下往上 因为我现在没有钱 所以我要去学投资 而变得有钱 然后我就会是有钱人 就像巴菲特一样 你要知道你就是有钱人 有钱人本来就会做投资理财 嗯 你要把自己的思维反过来 对 我觉得你这个 让我想到一个 不知道一不一样 听听看 我有我自己的事业的导师 我的那个导师是 因为里面的学员 每一个同学的事业 有分不同的营业了 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 他说你要把你自己当作是 比如说我还不是 营收破益的这个企业主 可是你必须把自己当成是 你已经是这个企业主了 你做的这些决定 才会带你去那里 对 我们在身心里讲了 我的Being 我站的位置是在哪里 以前我们会觉得 我要先做什么 然后我才会有什么 对对对 然后我才会变成什么 对对对对 没有你也要反过来 就是我要先站在那个位置 就像你刚刚讲 我就是亿万富翁 我会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会有什么东西 可是大家现在看到这边 他已经会想说 可是我就不是那样的人 我要如何变成那样的人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给你 如果今天你是很有钱的人 亿万富翁 然后我今天揪你说 欸谁呢快说 我这边有一个新的那个 创业的点子 我们可以赚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钱这样 哦 没兴趣 哦 我懂你的意思了 我觉得这也可以带到一些 那个诈骗 比如说假设 那你今天 假设你已经是身家好几百万 你很有钱了 如果这些诈骗集团来跟你说 哦我跟你说 这个每天可以赚一万块 你根本就觉得 蛤那是什么 对啊 你就觉得 蛤 我靠我自己本身的管道 我就可以赚好 就是如果你的状态是很稳定的话 你要不缺钱 你才会很有钱 因为你就不会去做那些 我刚刚讲说 欸快一点 真的 快一点 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我要补充一个 因为我那时候我在听到这个说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 我会觉得说 欸那我要如何做到 那我就发现说 当我要做任何决策的时候 你就去想 如果我今天拥有一亿的资产 我会做这个决定吗 对啊 其实这就超级清楚的 对 这就叫做 以中为始 以你最终 我要是一万富翁 我会做这件事吗 不会 真的 我跟你说 大家试试看 大家练习看看 这样子的选择真的就天差地缘 而且你绝对不会再被诈骗 然后你也不会被恐惧推动 像刚刚这个就是 快一点 你不来的话 那我能找别人 然后你就 不要走啊 不要走 然后如果是 你就有人 好啊去啊 最近这一两年 有些人想要找我合作 如果来找我合作的人 跟你讲 Pekin可以说 赚很多钱 然后我就 我会不理他 我会没有回应 我如果真的忍不住 可能通常我是忍不住 我就会讲一句话说 姐你看我是有缺钱的样子吗 哦 你会直接这样讲哦 好你的风格哦 我会讲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钱来跟我讲 你告诉我这件事的爱在哪里 就是它的意义在哪 对 它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真的是不缺那个钱 不是说不缺钱 大家还是可以来找我合作 但是不要用钱来跟我讲 我的驱动力不是金钱 像我刚刚跟Sanita讲 如果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它的爱在哪里 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它的价值在哪里的时候 你做下去 钱是随之而来的其中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跟在 比如说选民投资的标题 像这个应该蛮多人犯 很多人他自己在投资的时候 可能会追高 或是现在消息面很热 最近NVIDIA很热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能就 哦 我是不是要赶快买一些AI股啊 或者说 我是不是就是要 很怕错过某一些消息面 或是赚钱的机会 那这些东西 刚刚Peggy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今天看到这个东西 也正在这个趋势上 然后我同时也对它有爱 但这样是可以投资吗 买 如果你对它有爱就买 假设我们讲买NVIDIA 这件事 我没有说现在很高不能买 我没有这样说 就像你说的 我是因为恐惧 我是怕跟不上车 我才买的 还是我真的有喜欢这个产业 譬如说AI接下来要干嘛干嘛 然后我觉得很棒 我想要支持NVIDIA 你如果是一个支持 我真的爱它 或者是我对这产业是有爱 或者是我有看到 它正在做什么事 我不要说看到它的发展 我说我看到它正在做什么事 财报也要看的吧 财报也要看它 财报那个倒数要兼具 财报当然也是要看的 我觉得学投资 不是在学怎么赚钱 投资在学的是 你要帮你的钱找什么工作 你的钱是你的员工 好有画面哦 你的钱是你的员工 譬如说像我派我的钱是我的员工 我让我的员工外派去苹果公司上班 那就去吧去吧 妈妈不担心你哦 因为前提是你认同苹果公司 然后你知道你的钱在那边工作 会得到他应有的回报跟待遇 对对 他在那边赚钱没事不会叫他回来 好可爱哦 好可爱的比喻哦 你的钱确实是成为他们的资本 他们可以再去做投资 所以我觉得学投资的首要 不是在学怎么赚钱 是经由你学投资的过程当中 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学过商业的东西 那你现在因为你学基本面的操作 你去学了财报 学了商业思维 学了怎么去看这间公司到底在干嘛 然后他在这个产业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你是可能一开始是 因为我想要赚钱 我去接触了投资 那你真的进入说 你在投资的时候 你真的要尽量去找到这家公司 他的爱在哪里 然后记得做他的资产配置 还是得要告诉他 记得做他的资产配置 因为你现在很有爱 那公司老板有没有爱你是不知道 很难去讲啊 所以基本面还是要看好 因为基本面是公司的整个成绩单 他有时候说我对家公司超有爱的 可是他基本面就很不OK啊 那就少少的就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真的是要到数合一 你要有到也要有数 那这样的投资基本上就会很好了 那如果是讲到信念相关的就是 你要知道投资有人赚钱有人输钱 那你就请你把你的意识全部对到 我会赚钱那边 常态分布的嘛 赚钱的人有没有赚钱的也有 那就看你选择要对到哪一边 那佩奇你会不会觉得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有恐惧的原因 是因为他树没有做足 然后也没有到 是因为这样吗 对对对 完全都没有学好 整个买 音乐投资方法本来就有很多种 那每个人的切入角度不一样 你要知道你们最后看到的那个工具 假设是我们家的投资那些工具 或者是巴菲都跟你讲什么 经济护城的那些 那些是由他的道所发展出来 你最后看到表象的那个工具 你都已经学到最知为莫解 然后你还不把这工具学好 然后你还乱凑一堆 那当然你就回归不了他的道啊 哦 天呐 你整个真的是 把这个道数融合在一起 他是这样出来的啊 可是我们只学到这里 你要有办法回归道 其实他是这样想的 真的真的 我觉得你这样讲的特别有感 因为其实我也听你们讲那些 树的东西 现在在结合道的东西 你就会更有感 就觉得 对耶 其实巴菲这个 所以他每做一个决定 其实都耗费很长的时间 所以那真的是他自己也有到处合影 对对对对 他自己有他的心法 可是有时候心法真的很难讲 很难传 很难 而且很难具体的说重来 但我觉得你刚才已经算很具体了 我之前很常讲 你要研究一家公司 就很像 你现在突然看到一个女生 你喜欢她 嗯 哎呦 喜欢你 可是你不会因为这样就想要去追她 你会从各方面 了解她 想尽办法想要去了解这个人 如果你真的有心动的感觉 对 那投资公司不是这样 因为你接下来要投入很多耶 喜欢你之后就是各种 我要养你啊 什么之类 你的钱会投入进去嘛 那你不需要花时间了解她吗 要吧 那佩莉你觉得 今天我们在看这个影片的人呢 他们其实都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丰盛嘛 那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最终的一个终极建议 你是有钱人 哈哈哈 回归到我们刚刚讲 就是你要把自己 当成是你已经拥有这些的人 嗯 对对 你先站在上面那个位置 然后不要从匮乏出发 你直接从你的丰盛出发 我就是有钱人啊 啊我本来就会做投资 当当人家跟你讲要投资的时候 你的态度如果是你是往后躺的 你就知道你很放松 嗯 如果人家跟你讲什么就 嗯 你这样就是匮乏了 当你自己把你自己变成那样的人 你的思维 你的行动 你的选择 就会是那样子的人所会做的选择 对 那就会变成是你想要的结果 嗯 如果你今天呢不知道说 诶 这整个过程怎么还是听得有点模糊 不太知道怎么做呢 Peggy呢 她现在有一个免费的分享会 在里面呢 她会跟大家分享更多 更进一步的做法 来帮助你们更加的丰盛 她已经教术很多年了嘛 她现在在教道 所以如果你觉得 诶 你这术也学的差不多 可是怎么还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呢 这时候就是你要来学道的时候 把这个冰山下的东西呢 也一起学起来 那我把她的这个免费分享会呢 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然后欢迎大家去听咯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Peggy 谢谢大家 你有要补充的吗 没有啦 好 欢迎大家来哟 好 那我们下影片见 拜拜 哦 还在录影 再给我们十分咯 刚讲到那个 如果你是很有钱 嗯 你就不会被 怎样 对对对 没错 那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个 最终的一个 终极建议 终极建议 嗯 就是你是有钱人 哈哈哈哈